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唉 因為這個土地的問題 雖然我只是搬來新屋 短短不夠一年的時間 但是 我的化妝櫃已經快要爆炸了 我完全沒有位置放任何新的化妝品 今天就決定拍一條影片 終極的大清理 我們一起看一下究竟我會想些什麼呢 現在立刻出發了 垃圾袋都已經準備好了 雖然這一個垃圾袋夠不夠 來啦 不是開玩笑 我的化妝櫃是第一次公開的 3 2 1 Hello 介紹一下就是我的化妝櫃 最高的一層有眼影盤 或是星光眼影盤都在這一架 現在大部份都是一些粉底層 粉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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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世界各種不同的品牌 這就是唇膏 這裏有不同的顏色 頭髮的顏色 這裏有不同的顏色 頭髮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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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來個大素脆 不如我們由唇膏開始 說明一下 我扔的顏色 不代表我不喜歡 說明一下 我扔的顏色 不代表我不喜歡 有很多都是因為 已經放了太久 我覺得不新鮮 我有類似的東西 或者是沒有位置 真的要給我一些位置 的原因 OK 看到髮了髮 我真的要扔了 不可以再留在這裡 這個厲害 這個 Lipstick Queen 英國很出名的品牌 你看看綠色 好像很恐怖 但塗出來是粉紅色 是很漂亮 戴很久 而且已經黏黏黏了 舊版的歌詩 這個還沒轉包裝 而且那時候 它的盒子很容易難 很鬆 很鬆 這個是舊包裝 這個是新包裝 雖然這個幼一點 好像很優雖 但它的包裝真的很差 但這個是很實質 好 歌詩很難買 這個 這個是A2House的 一個 Lip Concealer 即是如果你想做 那些爆唇妝 或是有層次一點的唇 可以用這個 做一個 concealer的打底 再上色 Lazy NYX的唇膏 是去派對 或者是特別場合 才用到 兩年才可能塗一次 即是指得來 有紫色的閃粉 太少用的關係 所以就是 拜拜 這隻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之前拍了一段影片 說我 我用了兩支唇膏 DIY做出來的 有看過就是 中粉 有留言告訴我 那因為很多這些化妝品 我都自己用過 所以我很難去 做Give away送給大家 或者是 給我的朋友 因為很不衛生 好了 我們上一層 有一個很喜歡的 Maceway戰士粉盒 咦 為什麼這個不一樣 啊 這個是充電器 我沒有看過 Kevin Lequan Highlighter 這個是Jeffree Star之外 Oh my god 好漂亮 看這個 這個好像很漂亮 好 這個要用 我想整個 這個化妝櫃裡面 歷史最悠久 一定是這一盒 Mike和Gareth Pugh 我想這盒有六七年 這盒有 因為Gareth Pugh 我其中一個最喜歡的 一個Fashion Designer 是很值得收藏的 然後這個 Becca的一個 primer 是叫做 Velvet Finishing 但其實是 超過的 超過的 我相信有很多人 很喜歡看人家扔東西 因為我也很喜歡看人家扔東西 不要變態 我已經不會是掩錢 色口白關係 那這些 哇 藍色啊 粉紅色啊 橙色啊 紅色啊 如果你是掩一些 Shopping Color的朋友 Line Crown 是一個很好的品牌 但我已經沒有用了 所以 拜拜 這個牌子也很好 叫做 Lavigi 而且裡面很便宜 不知道二三十元 就一瓶了 我之前一瓶是可以用三四次 即是 我點五元 黃色 黃色 我點過黃色 黃色 黃色也有幾個不同的風格 為什麼 哇這瓶厲害啊 有十幾年歷史啊 這瓶是Beyonce 跟Tommy Hugh Figger合作的香水 它會一輩子都在 它是很臭的 不是啊 它是因為壞了 我不敢聞 它是酸的 它是爆炸的 但是 因為是Beyonce 第一個合作的香水 所以一定是這樣 有一個很有名的美國的演化師 它推出的一個牌子叫街廳 其實我覺得這個 比我剛才說的Line Crime 和Lavigi 還有這個上網可以購買 之前買 K&K的香水 Vibes 問題是 它真的很臭 它推出的始終是潮物 但是真的很臭 真的不要亂買它的香水 它有一隻挺好的 全身Naked 那隻是OK的 就是很多都 等我先評價了 我買 看我的頻道 為什麼有耳環在這裡 好像挺漂亮的 其實這裡有很多Beyonce的香水 全部都是Beyonce 有兩次一樣的 為什麼 有沒有人想要 如果真的想要的 你下面留言一下 Jet Leg Mask 這個品牌叫Summer Fridays 是美國Safari 很出名的 我不知道香港Safari有沒有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保濕碗 我告訴大家 這個是人生中其中一個最厲害的秘密武器 17年了 17年4、5月的時候 我是流過鬍子的 你知道嗎 我只有兩排有鬍子 中間是沒有的 我的秘密武器就是 MAC的Cream Arrliner 和鋼絲刷 我就是用這個去畫我的鬍子 這樣畫 我告訴大家 那個 醬真度是100 即是連我自己畫 之後我會是 好像真的有鬍子 因為它有那些紋 是很真 真的很真 這個要 找個位商氣 這個是壓力波 即是那些 不知道有沒有 不過實有用 這個是我其中一個最喜歡的 Liquid Lipstick 的方法 就是3CE 但是這個紅色 太誇張了 我先嘗試給大家看 我塗這些紅色是多麼 有趣 有趣 馬上變成一個美女 不對 也挺漂亮 所以呢 喜歡塗紅色唇膏的朋友 又不喜歡太厚的感覺 真的可以買這支3CE 很舒服 我想看看鏡頭 我先畫 哇 紅了媽媽 你明白嗎 如果我現在塗著這個 所以繼續拍這部影片 你們會不會不看 這個掃會不會 扔掉嗎 當然不扔掉 是要洗的 洗完有一條 哇 這支Gloss 簡直是 終極給小朋友用的 highlight 很chunky的 不要啊 不需要扔掉 有些不需要用 這個是 Pet McGrath 嘩 漂亮得媽媽 都不認得了 Dude 哇 好漂亮呀 還要這樣關上 挺高級的 是不是很期待 我扔這個呢 但我真的選不到 我解釋一下 這個世界 其中一個最好的眼影牌 就是它 香港好像Sephora都還沒得買 叫Natasha Denona 一個住在紐約的女人出的 一個牌子 但它的眼影牌 是很滑得爆的 我之前有說過 泰菲粉的眼影 未必是一件不好事 新手來說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你容易控制 如果粉太實 好像Jeffrey Star那些 壓得很實的那些 如果你新手的話 你一塗 很容易有一坨一坨 很難去滑開 所以Natasha Denona 就是專業 還有初級中間的一個最好的牌子 還有初級中間的一個最好的牌子 唉 好累 我們買我們扔掉的東西 哇 我們已經扔了兩大袋了 我以為我會更加的心狠手辣 但是 我也是一個有感情的人 所以也不是扔掉很多東西 記得要訂閱這個頻道 開個鈴鐺 還有Like的影片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 逢星期二同四見 拜拜 至終於來臨 收音 好像是鬼一樣 實際鍵 開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